如何应对核辐射 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 除了地震加海啸,核反应堆事故引发的辐射问题也急需应对方案 中国目前不受其影响,但国内已是一片人心惶惶 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核辐射呢? 几分钟网为您归纳了以下处理方法和注意点 你将需要平和的心态 第一步,采取屏蔽措施 当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形成烟尘通过时 要及时进入建筑物内,关闭门窗和通风系统 避开门窗等屏蔽差的部位隐蔽 在房屋内,里间的屏蔽性能优于外间 墙角处优于屋阵中,更优于门后 第二步,需要出门时,要对五官严防死守 对于放射性微尘,通常利用口罩就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其阻留放射性微尘的效果可达80%至90% 但是,因正确佩戴口罩,防止侧漏 详细方法可参见其分钟网的视频教程,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第三步,减少体表放射性污染 穿戴帽子、头巾、眼镜、羽衣、手套和靴子等 都有助于减少体表放射性污染 第四步,勤洗手,每天洗澡 受到或可疑受到放射性污染的人员应清除污染 最好的方法是洗淋浴 第五步,通过均衡饮食来提高身体抵抗力 没有必要刻意吃含点食物进行额外补点 这样反而易引起假抗等疾病 必要时根据政府的统一安排服用点片 小提示,每片点片中含有一百毫克的点 而根据卫生部的规定 每公斤食盐中点含量仅为二十至三十毫克 起不到预防放射性点的作用 不根据实际情况 盲目过量的吃点盐对身体是有害无益的 第六步,保持讯息获取畅通 通过电视、广播、物联网络的媒介 持续关注核辐射隐患或险情的最新报道 及时获取专业机构的行动建议 小提示 关注事态讯息的同时 请注意辨别信息可靠性 避免被假信息蒙蔽煽动 第七步,如果事故严重 需要居民撤离污染区 并听从有关部门的命令 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到安全地点 撤离出污染区的人员 并将受污染的衣服、鞋、帽等脱下存放 进行监测和处理 你知道吗? 根据我国的标准 每人每年受到的辐射量应小于2.7毫细浮 事实上,人体如果短期受到低于100毫细浮的辐射 也并不会造成影响 辐射剂量超过4000毫细浮 则可能致死